位於多倫多斯卡布羅中心地帶 這是斯卡布羅城市生活的新標杆 目前精緻一房 奢花兩房正在熱銷 詳情諮詢416-864-8574 或登陸ksquarecondo.com 由加拿大同鄉會總會 加拿大湖北同鄉會等多個華人社團 以及贊助機構 于1月28日晚在萬景市 舉辦了運往武漢以及其他地區救災物資的啟動儀式 中國駐多倫多總理事韓濤 各同鄉會會長稱讚加拿大華人 在得知武漢新型肺炎疫情嚴重時 捐款捐物的善舉 並表示華人同鄉總會 就是要協助做好慈善募捐 幫助災區的準備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以我們的微薄之力 以我們的各個協會 大家團結協作的精神 來幫助我們的家鄉 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收到的善款 還有救災的物資 在一天半的時間裡已經達到了15萬加元左右 在得知家鄉遭受新冠狀病毒嚴重打擊之後 加拿大湖北同鄉會 連同加拿大湖北商會 五大 華科大 華師大 以及中南大的加拿大校委會等 湖北籍的協會和企業 於24日共同發起成立了加油武漢加拿大聯盟 面向加拿大民眾籌集集口罩 手套 眼罩等急需物資和資金 幫助家鄉人民 目前第一批物資已經交付到武漢醫療機構手中 企業 社團 任何一個甚至個人都可以加入我們這個聯盟 大家在一起可以把資源進行優化 有的可能有信息 有的可能有資金 那麼以最快的速度買到合格的產品 把它盡快地送到醫區的醫護人員的手中 加拿大疫情方面 到目前為止已經確認多倫多有兩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 鳳凰衛視 藤忠勤 多倫多報導